安乐区某国小十多位学生传出疑似饮饮用营养午餐的牛奶导致食物中毒事件 虽然紧急送医治疗后大都平安返家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医院关心 不过机动市议会议员林佩祥、郑凯琴、秦珍、吕美玲以及张耿辉 特别是教育小组议员们非常关心这件事 邀及国小校长、市政府教育处长以及卫生局长报告相关处理情况 教育小组也希望我们刘处长在未来的整个一定要彻底的要求 这些我们的第一现场一定要好好的把关 这个评管问题绝对不能忽视 尤其夏天即将来临的很多的一些食品的话 尤其今天不幸中的大幸 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 如果最后查出是供应的厂商出问题 会依照规定处理 查验那这个是属于有定期跟不定期的区块 那食材如果发生发现相关的问题 我们产发处跟卫生局还有动保处会依照食材的不同 然后来介入相关的一个审查以及处理 那当然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的部分 那厂商的话除了祭典之外有罚款 那最高的部分可以到达解约 卫生局长张贤正则表示 会在采集的减体上培养细菌至少要7天的时间 确认是哪种饮料或食物出现问题 如果没有将调查是否在运送过程中出现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有养出病原菌来 那我觉得就到时候在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比较能够去做这样子的判断 那如果没有养出病原菌来 那就要看我们在这个运送的过程跟存放的过程 是不是有找出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如果真的有养出细菌 那我们大概在这个星期内会知道比较明确的原因 那如果没有养出细菌 就看我们在目前同步在进行中的这些 输送跟存放的过程的调查 是不是有找出一些问题来 市议会教育小组议员们 希望市政府可以调查清楚 让家长和学生安心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 特别是已经进入夏天 如何确保食物以及饮料的卫生安全非常重要 佩祥在这边是呼吁除了说夏天的时候 这个食安问题会特别多之外 那我们相关采购的事情 有关采购的规范 还有采购的一些未来的一些 我们厂商的严选 这些全部都会纳入考量 那我们也鉴请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未来在食安这块 我们能够来严格把关 毕竟来讲说现在在基隆市 我们已经出了半年以来 出了两次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难免人家会对我们的期待 会比较高一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